平面呢,它在建模当中呢,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 它呢,是创建其他特征的一个参考 那它呢,常用于草图,装配等 接下来我们看基准平面对话框 我们点击基准平面,那出现了一个对话框 这里呢,有我们点击倒数 三角,这里呢,有多个呢,创建了基准平面的方法 那么,这里呢,自动判断呢,我们等一下来讲 首先呢,我们看,按某一距离的来建立基准平面 首先呢,我们看到这里呢,叫我们选择 平面对象 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平面 这里呢,出现了三张基准平面 那三张基准平面呢,我们来看到这里 这里呢,叫我们呢,输入距离 我们可以呢,设定,这里呢,30 我们可以呢,设定50,是吧 我们可以呢,把数量呢,也可以设为5张 这里呢,就创建了5张基准平面 那然后呢,可以呢,设定了基准平面的正向与反向 还有呢,这里呢,有个关联 那关联呢,我们首先呢,先把它打勾 然后呢,我们呢,创建基准平面 这样呢,我们呢,就创建了5张呢,基准平面 当然,我们可以呢,对基准平面呢,进行编辑 我们可以呢,把距离呢,改为 30,是吧,确定 然后呢,现在呢,每张呢,基准平面之间的距离都是30 而且呢,它相对于我们的特征呢,表面呢,也是30的距离 那我们可以呢,量一下 30 那么刚才呢,我们呢,设了关联 关联呢,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呢,所见的基准平面呢 与我们的特征表面呢,起到一个关联的作用 那么我们特征呢,的参数呢,进行一定的修改 那么,我们呢,基准平面呢,随之呢,也进行变化 那我们呢,现在呢,我们把我们的特征参数呢,进行修改 我们现在呢,特征的参数呢,为10个 那10个呢,我们可以把它改成,比如说改成20个 我们看一下 我们再呢,进行一定的测量 看一下,时间的距离呢,是不是,还是保时不变 那现在呢,还是30,是吧 然后呢,我们把呢 基准平面的关联参数呢,去掉 我们看一下 我们确定 然后呢,我们把特征参数呢,改回10个 看一下 现在呢,是不是,还是30呢 我们测量一下 那现在呢,变成了40 那说明呢,我们刚才呢,把关联的参数呢,去掉 然后呢,我们所建立的基准平面,与我们的特征表面呢 没有起到一定的关联作用 也就是说,我们的特征表面呢,参数进行修改 然后我们的,刚才呢,是建立的基准平面呢 它呢,不随之呢,改变 那这个呢,就是关联参数的作用 那大家在建模的时候呢,可以呢,视情况而定 好了,这个呢,是第一种方法 乘一角 乘一呢,模一距离呢,来创建了基准平面 好了,我们把基准平面 隐藏掉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再看基准平面 这里呢,有乘一角度 那乘一角度呢,比如说 我们点 选择 这上面,然后呢 这个叫我们呢,选择一条左 然后呢,这里呢,就产生一张呢 基准平面 然后呢,我们可以呢,设定呢,某一角度 比如说设定60度,来创建了一张基准平面 好了,这个呢,就是乘一角度 接下来呢 二等分 那二等分呢,我们可以呢 比如说选择这张面 接着呢,再选择这张面 那这里呢,就产生了一张二等分的面 那么 二等分的面呢,现在呢,参差于实体当中 当然呢,我们呢,也可以呢 对它进行呢,放大 拖动 啊 那基准平面呢,是可以呢,放大 缩小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呢 来看一下 曲线后点 那曲线后点呢 那顾名思义呢,它就是呢 我们呢 我们呢,所创建的基准平面呢 是垂直于这条线 而且呢,通过于这条线上的一个点 那,比如说我们选择 我们呢,先把这个 这条面呢,隐藏掉 我们重新来 曲线后点 然后呢,选择这条线的终点 那它呢,产生一张垂直于这条线 而且呢,通过于这条线的终点的一张基准平面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两条纸线 那两条纸线呢,很简单 我们呢,选择一条纸线 然后第二条纸线 来创建的基准平面 当然呢,我们可以呢,选择另外的 比如说选择这个 是吧 我选择这个 都可以是吧 接下来我们看相切 那相切呢 我们以圆柱面为例 这里呢,下来对话框有一个面 两个面,一个面 通过点 我们先看呢,相切 选择圆柱面 这里呢,就产生一张相切与圆柱面的基准平面 我们再看一个面 那一个面呢,跟刚才一样 选择一个圆柱面 就可以产生了一张基准平面 接下来我们看通过点 那通过点呢,它叫我们呢,先选择对象 选择圆柱面 然后呢,通过 通过呢,我们选择这个点 那这里,这样呢,我们就创建一个 通过于这个点跟那圆柱面相切的一个基准平面 当然呢,这里有个背选节 我们点击背选 那产生另外一种情况 然后我们看 再看呢,通过线条 那通过线条呢,也一样 我们先选择圆柱面 然后呢,我们比如说 通过于这个 圆柱的圆心 来创建一个基准平面 那么这个基准平面就跟这个圆柱面相切 而且呢,通过于这个圆柱的圆心线 好了,我们再看两个面 两个面呢,相切呢 我们选择这个圆柱面 再选择这个圆柱面 然后呢,就产生一张呢 相切于两个圆柱面的基准平面 然后 我们可以点击背选节 是吧 产生两种情况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鱼面层角度 鱼面层角度 我们先选择圆柱面 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 这张面 产生呢 一张呢 跟圆柱面相切 而且呢,跟这张面层一角度的基准平面 比如说我们把角度也可以改一下 60度 不行 我们看一下 改回90度 我们可以呢,选择其他面看一下 然后呢,我们把角度改一下 可以呢,产生一某一角度 角度的跟原作鱼相切的基准平面 好了,这个呢,就是相切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通过对象 那么通过对象呢 就是说他通过某一对象呢 来创建的基准平面 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这个面 然后呢,也可以呢,选择这个对象 来创建的基准平面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点和方向 那点和方向呢 我们先呢,叫我们选择一个点 然后呢,接下来 那他呢,现在呢,自动补助一个方向 我们可以呢,选择其他 他现在呢,自动补助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把它这里去掉 好,选择了另外一个方向 看一下 好,这样呢,就产生了 通过一个点 然后呢,指定一个方向来 创建的基准平面 然后呢,我们再接下来看一下 在曲线上 那在曲线上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呢 选择这样一条的样条线 来创建的一个 垂直于这条拐击线的一个 基准平面 那这里呢,有下拉对话框 比如说路径的切向 是吧 双向垂直于路径 而且呢,可以相对于对象 比如相对于对象 我们可以呢,相对于这张 圆柱面 是吧 创建的一张基准平面 而且呢,可以呢 垂直于对象 我们再呢,选择圆柱面 那这个面呢,就跟这个圆柱面 成垂直状态 而且呢,再可以呢,平行 那么现在呢,所创建的基准平面呢,是跟原柱面的平行 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呢,通过呢,左 那通过左呢,比如呢,也可以呢,通过这个呢,原柱面的中心左 那,来创建的一张基准平面 那,来创建的一张基准平面 好了,这个呢,就是在曲线上 那接下来呢,YZ,XZ,XY呢 那道理呢,都一样 我们呢,就看一个YZ 比如说,这个方向是YZ的方向 然后呢,可以呢,产生一个跟YZ 某一,乘某一距离的 基准平面 我们确定 那这个面呢,就 基准平面呢,跟 YZ方向乘30的距离 好了,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四图平面 那么四图平面呢 它的意思呢,就是说 跟我们的四图呢,平行的方向 产生了一个基准平面 好了,这里呢 都是呢,产生了基准平面的方法 当然呢,你把这里呢 掌握了熟练 你就可以呢,直接呢 使用自动判断 比如说,我们可以点击原作面 或者两张原作面呢 从相机方向呢 产生了基准平面 当然了,这个呢 在你呢,使用了熟练的情况下 好了,这个呢 就是基准平面 我们呢,先把呢 这几张基准平面呢,隐藏掉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基准竹 那基准竹呢 它呢,作用呢 跟基准平面呢,一样的 也是呢,起辅助作用 它呢,利用它呢 可以来呢,创建了其他特征 比如说呢,可以呢 创建了旋转的参考竹 是吧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创建基准竹的方法 我们点击到三角 下拉 那自动判断呢 一样,它包括呢 下面这些呢 创建方法 首先,我们看一下焦点 那焦点呢,就是选择 它叫你呢,选择两个对象 先选择呢 第一个对象 再呢,选择第二个对象 创建了一根基准竹 是吧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曲线,面竹 那曲线呢 就在,我们选择一根曲线 就可以创建了是吧 那面竹呢 我们可以呢,选择 圆处的中心线 是吧 也创建一个 基准竹 接下来呢 X,X竹,Y竹,Z竹呢 道理一样是吧 我们可以呢 选择X竹 这条黄束的X竹 创建了基准竹 那接下来点和方向 是吧 先叫我们指定一个点 然后呢 指定一个方向 那我们指定这个方向 创建了一条基准竹 那接下来两个点 那比如说 这个点 这个点创建了 这条呢 基准竹 是吧 那么这个呢 就是基准竹的创立方法 好了 现在呢 我们把基准平面 跟基准竹呢 创建的方法 好了 我们现在呢 把基准竹 隐藏掉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讲一下 坐标 那么坐标呢 包括呢 绝对坐标 工作坐标 以及呢 基准坐标 那么绝对坐标呢 它是呢 唯一的 而且呢 它是不可建的 它呢 也是不可移动的 那么工作坐标呢 那么常用呢 在建模的时候呢 一个呢 活动的坐标系 它呢 可以为多个 但是呢 活动的坐标系呢 只能为一个 那么基准坐标系呢 它呢 跟基准平面 基准桌一样 是起到一个 辅助的建模作用 比如说 我们可以呢 把它常用到的 草图 里面 好了 我们现在呢 先讲一下 工作坐标系 那么工作坐标系呢 我们先 这里呢 我们呢 绘图区呢 看不到工作坐标系 我们呢 先把它显示出来 我们这里呢 点击 显示工作坐标系 那么工作坐标系呢 是以红 蓝 绿呢 颜色呢 为显示 那么这个呢 就是工作坐标系 当然呢 我们可以把它 隐藏掉 是吧 我们再可以把它显示出来 这里呢 我们可以看到菜单这里 格式 WCS 那么工作坐标系 那么工作坐标系呢 我们可以呢 对它呢 进行动态 移动 来从进行的重定向 我们点击呢 动态 动态呢 我们可以呢 点击呢 这个工作坐标系的原点 进行的移动 当然呢 我们可以呢 推动轴向方向 进行移动 我们还可以呢 点击呢 坐标 坐标上面的这个点 进行的旋转方向 旋转方向 啊 旋转 旋 进行的旋转来 创建的工作坐标系 那么我们还可以呢 现在呢 坐标系呢 已经呢 被我们进行移动 我们呢 想要呢 把它工作坐标系呢 移回到绝对坐标系 这里呢 我们点击呢 格式 工作坐标系 把呢 工作坐标系 设置为绝对坐标系 那这样呢 我们可以呢 把绝对坐标 工作坐标系呢 移回到绝对坐标系 这里 那么比如 我们呢 平时呢 在建模的时候呢 在空间呢 会线的时候呢 我们所画的线 都是在活动的工作坐标系的 xy平面里 这里我们看一下 我点击插入 曲线 然后基本曲线 我们呢 随便画极条线 比如 那大家看一下 我们现在所画的线呢 都是呢 我们旋转一下 都是在xy平面里 那这个时候呢 大家想 假如我想呢 在zx里面画线呢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都要记住一个原则 我们所在空间会线的时候 都是在xy平面里面 那这里呢 我们就想到呢 把xy平面旋转过来 那旋转 我们当然呢 刚才呢 讲到可以呢 就在进行动态旋转 这里呢 我们呢 也可以呢 进行呢 直接旋转 这里呢 我们可以呢 绕着x主旋转90度 那把xy平面调到zx平面里 那么点击x主旋转90度 这样呢 我们就把它旋转过来了 接着呢 我们可以呢 在这个x平面里面建成绘线 我们先把这几条线删除掉 然后我们呢 接下来绘几条线看一下 随便绘几条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所绘的线都是在x方向里面 所移动的移动好之后的xy平面里面 所以说大家记住一个原则 我们呢 所建 在空间里面所建的模呢 都是在活动的xy平面里面进行 你呢 想在哪个平面里面进行 进行的绘图呢 首先 前提呢 一定要把你的x平面呢 旋转过来 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看 这里呢 我们可以呢 更改xc方向 更改y主方向 那比如说 我现在呢 把 这个圆点 这里呢 可以呢 重新呢 定圆点 比如说把这个 这里呢 有多种方法 那么 这里呢 有 终点 焦点 那么顾名式 大家呢 可以很好的理解 我们现在把呢 工作坐标系呢 定位到 这个圆柱的原心上 这样呢 也可以呢 创建了 工作坐标系 现在呢 我假如想 在这个面上 或者在其他面上呢 进行了 绘图 创建了另外一个 工作坐标系 但是呢 我现在呢 还想要呢 这个呢 工作坐标系 所以说呢 这里就涉及到 工作坐标系 可以为多个 但是活动的坐标系 只为一个 那你还想要呢 这个工作坐标系呢 我们可以呢 对这个工作坐标系呢 进行保存 我们点击格式 保存坐标系 这里出现一个红色的 就是我们所保存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呢 你可以呢 任意的产生 建立了其他的工作坐标系 那大家呢 也可以通过呢 动态圆点等等的 来创建了其他的工作坐标系 还可以呢 通过定向 那定向呢 有多种方法的创建了 工作坐标系 那有动态 动态呢 刚才讲过了是吧 那自动办法道理呢 也一样是吧 那或者是呢 圆点 X点 Y点 我们点击是吧 我们先建一个圆点 再建了一个X组点 再建了Y组点 那就创建一个工作坐标系 我们还可以呢 比如说X组Y组是吧 X组Y组 创建一个工作坐标系 或者呢 X组Y组圆点 那这三个呢 道理一样是吧 我们比如说 先选圆点 然后呢 建立X组 建立Y组 创建一个工作坐标系 还可以呢 是吧 Z组X点 先指定Z组 然后呢 指定X点 指定X点 来创建了工作坐标系 然后呢 我们可以呢 通过对象的 来创建了工作坐标系 那通 比如说我们可以呢 选择这张席面 来创建了工作坐标系 那所创建的工作坐标系呢 位于这张面的中心位置 那还可以呢 点垂直与曲线 是吧 跟刚才X组讲的 基准平面那个命令一样是吧 可以通过呢 这条参考线 然后呢 通过这个参考线上的点 来创建 一个工作坐标系 然后平面矢量 平面X组点 那大家呢 可以呢 应用一下 道理呢 都是差不多的 或者呢 三平面 是吧 我们可以 一张面 两张面 三张面 来创建了 工作坐标系 然后呢 我们现在把工作坐标系 移动了 我们可以把它直接呢 把它设为呢 绝对坐标系 把它移回去 是吧 接着呢 当前试图也一样 还可以呢 偏执坐标系 偏执坐标系 比如说 这里有个参考 比如说参考呢 我们参考绝对坐标系 是吧 我们可以把它设为 现在呢 我们回到绝对坐标系 随便 我们可以呢 X方向移动120 Y方向呢 移动120 来创建了 另外一个呢 绝对坐标系 那好了 这个呢 就是工作坐标系 工作坐标系 前提大家一定要记住 工作坐标系呢 可以多个 当时活动的坐标系 只有一个 那我们在建模的时候呢 都是属于 一个活动的坐标系的 XY平面里面 进行的建模 当你呢 要在另外一站面 进行建模 那你呢 对XY平面 一定要进行 移动 旋转 等等来创建 那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 基准坐标系 这里呢 我们先把它撕回 绝对 然后呢 把这个 补藏掉 那基准坐标系呢 它呢 也跟基准平面 基准坐标系呢 基准坐道理一样 是吧 它呢 是起到一个 辅助建模作用 常用于呢 炒图 那这里呢 我们看到呢 基准坐标系是怎么建立的 那么基准坐标系呢 可以为多个 首先呢 我们这里呢 显示了工作坐标系 那么我们 那么我们点击 基准坐标系 那基准坐标系呢 有多个 创理方法 我们首先呢 把它设为 绝对 应用 那这里呢 就出现了 基准坐标系 那么先把呢 工作坐标系 隐藏掉 大家看到 基准坐标系 有一个坐标原点 三个基准族 三张基准平面 创建 那这个样子呢 就是基准坐标系 那基准坐标系呢 可以呢 修改大小的 比例英子 可以修改大小的 这里可以修改 一二 可以呢 对它进行 大小进行修改 那基准坐标系呢 有多种创理方法 比如说 动态一样的 可以呢 进行移动 移动 进行旋转 是吧 还可以呢 圆点 X点 Y点 圆点 X点 Y点 来创建 或者呢 X X Y 这三个一样的 先指定 圆点 然后指定 X 指定 Y 指定 我 重新开始 指定了 圆点 然后指定了 锐 组点 然后指定了 X组点 然后创建 创建 一个呢 一个呢 基准坐标系 当然呢 有平面 X组点 或者呢 三平面 是吧 创建 一样的 跟刚才我们创建了 工作坐标系的道理是一样的 然后呢 绝对 偏执 都一样的 我们先把它设为绝对 设为绝对 那呢 它就回到绝对坐标系 然后呢 我们可以呢 对它进行偏执 偏执呢 我们可以呢 相对于 或者选定的 基准坐标系 或者 绝对的坐标系 看一看 可以呢 进行偏执 是吧 进行了一个 偏执 然后我们来显示看一下 然后测规看一下 看一下 这里呢 我们刚才呢 移动120 120 是吧 这就是 从相对状态下 进行移动 产生到基准坐标系 现在呢 我们把基准坐标系呢 移回到原点 移回到绝对坐标系 那这里呢 有两个 所以说 绝对 基准坐标系呢 也可以为多个 然后呢 可以呢 这个进行 把它隐藏掉 把它隐藏掉 好了 这个呢 就是基准坐标系 那基准坐标系呢 是起到一个辅助键模作用 常用于呢 炒图 它呢 有一个原点 然后三条基准轴 一个三张基准平面 成状态呢 成这样一个状态 说明呢 它是呢 基准平面 那大家呢 在平时会读的时候呢 我们先呢 新建一个文档 那平时会读的时候呢 用8.0的时候呢 来呢 都看不到呢 默认状态的基准坐标系 那么可以呢 从呢 图层里面 进行调出来 那 假如呢 大家呢 一定要 在新建图上的时候呢 就要看到呢 基准坐标系呢 大家可以呢 修改模板 那么这里呢 打开模板 刚才呢 我们呢 前两集课呢 讲建模呢 布局的时候呢 背景设置呢 讲到呢 修改了模板 永久修改模板 这里呢 我们也要修改模板 我们点开这个 当然呢 我们先把基准坐标系调出来 然后呢 我们对模板进行保存 然后我们关闭 接着我们重新启动 我们打开 我们新建 我们新建一个 这里呢 就看到了基准坐标系 这是默认状态的 大家呢 可以在模板文件里面 进行修改 好了 这节呢 我们讲了呢 基准平面 那么基准平面 还有呢 基准坐 基准坐标系呢 它是呢 都在建模当中呢 起一定的辅助作用 那么还有我们讲到了坐标 那绝对坐标呢 它是呢 唯一的不可见的 而且呢 不可移动的 那么平时呢 我们呢 可以呢 把工作坐标系 基准坐标系呢设定到了绝对坐标系这里 那么工作坐标系呢 就是我们平常呢 在建模当中 建模的时候呢 一个活动的坐标系 那我们建模呢 都是在活动坐标系的 XY平面里面呢 进行了绘图 它呢 可以多个 但是活动的坐标系呢 活动的工作坐标系呢 只有一个 那还有呢 基准坐标系 那么基准坐标系呢 可以为多个 那么基准坐标系呢 那也还不夕 并没有 那是 我 育